坚持一下最后一段啊 做事情希望把它直接做完 看来我真的是比较郁闷 第四段讲的是知识分子的消亡 那现在中国还有没有知识分子 没有了 被一网打尽了 社科院图书编辑白国明说 十年前研究中国 中共党史和中共现代史的知名学者 杨奎松曾撰写过一篇 一本名为忍不住的关怀 1949年前后书生与政治 并成为了当年的畅销书 该读书主要探索了 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 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一群人 但是最后在政治中不知所措受人轻视 这本书书写的书中提到了 史料探索业解答了作者 自己的疑问 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 当年会停止思考 集体转向 相对于东欧各国 在内的欧洲知识分子群体 转向及政治立场的转变 中国知识分子更为常见 白国民曾亲历身边的人在左右之间反复横跳 比如 八九运动风波之后 即使面临巨大的国家暴力飞鞋 很多人还是坚持自己对民主政治的向往 和期待国家可以进行民主转型 但是很遗憾 随着国家暴力的升级 在杀意警百的暴力恐吓下 以及很多人因为个人的立场表达出付出了终身的代价 趋利避害 也是因此成为了更多人对现实的选择 白国民表示 但对国家的暴力的恐惧 仅是原因之机 在接受采访的多位学者来看 行动者在采取行动之后 迎接他们往往是巨大的失落感和无力感 这相比于外界的政治压力更为致命 独立学者李建成在中国政府 近几年的大举消除异见者的各种行动后 便处于地方警察的严密监控之下 并且因此被列入了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的黑名单 他无法搭乘火车 弃飞机 但是对于曾经坚守的公众和公开言论 他从来没有后悔 偶尔唯一感到失落的地方是 有时候朋友会带来年轻人拜访他 但对于他曾经所做的事情 大多年轻人一代根本就不知道 甚至很多年轻人的眼里 他就是一个稍微有点学识的普通人 现在对于我来说 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外界好像已经把我给遗忘了 李建成有点难过 他更想不通的是 他曾经停而走险 但失败后 所有的代价却由他和他的家人承担 他被视为赴唐导火的那些人 压根都不记得他 英雄的尽头是满目的苍凉 这案例当下中国举不胜举 曾经力排众议 在每党媒发文公开谴责 某副国籍官员 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行为 是亡党灭族的前兆的一位学者 曾多次在北京某公园质问 与他聊天的人 知不知道他是谁 在得到否定的答案之后 会气愤地质问对方 为什么连他都不知道 我觉得没有什么气愤的 我们怎么能知道呢 你发所有的声音里 你根本就发不出来 别人怎么能知道呢 我怎么知道你为了这个国家 付出了什么 对不对 如果我们不读这篇文章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与这位学者相熟悉的一位图文编辑表示 近两年 该学者的微信朋友圈 全是赞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字 他也完全转向 正在积极地拥抱主流 上述图书编辑表示 这种行为给予理解 在中国行政者走到最后是孤独的 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意义 被国家排除在主流序列之外 而中国人在几千年代 养成的权力的 对权力的畏惧 又直接导致了大多数人 选择这些人静而远之 以免惹祸上身 这种境遇之下 毫无疑问 个体会陷入巨大的孤独和挫败中 为了使自己得到解脱 积极向主流靠拢 并期待融入大众 他们成为了一种人生执念 而这也是恰恰中国知识分子 同样饱受磨难与摧残的东欧知识分子之间 最大的区别 白国明十年前 曾在某出名出版社组织下 和一群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 前往东欧考察 在波兰 他们见到了一个 一位在苏联时期 便曾经领导波兰人 抵御独裁统治的工人运动的领袖 在苏联解体后 他便回到了波兰 东欧某小镇 一个造船厂 在造船厂内担任管理人员 见到他之后 前来拜访的中国知识分子 倍感诧异 他们感到这位昔日的工人领袖 在到工道垂成之后 又甘心回到工厂 他反复地向他询问 这中间是否有心理落差 没有落差 那位曾经运动领袖 回答得非常干脆 白国明说 而他当时承担平静 是让白国明印象深刻 以至于在十年后 他仍能清楚地付出出 当时对方的回答 上帝一直与我存在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上帝指引下完成 我所取得的成功的话 我会把爱和和平 给予更多的人 这是上帝的旨意 但如果失败了 我相信上帝 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子民 给予爱和庇护 因此在中国 多位热衷于公共事业的 独立学者来看 精神信仰是抗争者最后的堡垒 但在中国出恐懵之外 几千年来 中国人从来没有赖意 进行的精神寄托的宗教 所以在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 抗争之路走得更艰难 也更加令人敬佩 王志刚曾经是一位律师 在709人权律师大抓捕之后 律师行业变得风声鹤唳 他也因为声援被抓的律师 而被国家相关部门 吊销了律师职业资格 之后在中国互联网的一切痕迹 被消除得一干二净 让状况变得更加糟糕的是 王志刚的身份证 无法注册手机卡 各种通讯软件 科技进步 反而将他与外界隔开了 所有的这一切的管控措施 直接导致他与外界看来 王志刚这个人 似乎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存在过 但与其大多数其他被迫害的人 失败的人不同 同样没有精神信仰的王志刚 并不觉得孤独 其实也不得说我们没有精神信仰 我们信仰民主自由 我们信仰生命为人 我们免除恐惧与自由 我们从来不后悔我们所做的 所作所为 因为我们坚持 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坚持正确的事情 没有什么后悔的 他说并强调 世界上造持动荡几千年难 人类文明对先驱者 抗争者对世主文明 做出巨大的贡献中 却无人知晓 好吧 这段我没有什么太多评论的吧 就是这么多 好 拜拜 拜拜